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卷书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 阳光的味道 作者林清玄 城市的喧嚣让我们遗忘了阳光的味道 味道是一样的纯净着 一样的微小 以丝丝入心入肺 甘甜、芬芳、宜人 阳光的味道很干净和唯美 像川端的小说 透明、简洁、历练 行走在世上 许多靶子等待我们绷紧的见识 去努力的命中 心里装满太多的事故与烦扰 幸福的位置也就变得小了 或者卑微到忽略不济 很向往年关过后的冬日 抱着一本书 躺在黄河大堤南的草丛中 晒太阳的时光 一大片一大片衰败的堤草 向云海深处铺展延伸 有几个牧羊人躺在草丛中 他们丝毫不觉得冷 我便停止了脚步 眷恋着这片草 还有草上特定的阳光 这就是冬天的太阳 静静地释放着能量 我选了一片草色稠密的空地 躺了下来 从黄河边吹过的风 夹杂着些许凉意 我抱着膝抬起头 让脸感受阳光 紧闭着的眼睛一片红色 渐渐我感受到了暖暖的光 不是隐隐地烫 是静静地暖 静静地温柔地 使我沉浮的心也静了下来 等待反清的草丛中 慢慢留意着阳光味 香香的暖暖的 轻轻的柔柔的 从我的发烧肩膀衣服 从我目光所处的 护堤阳树上浓厚着流溢着 我的心欲泛起春天般明媚 柔和的气息 温润甜美 小时候就是这样静静地 追随这片阳光 嗅着它们身上阳光的味道 温暖着 幸福着 冬天的太阳这么美好 阳光下的一切 那么金灿灿 暖昏昏的 更懒洋洋的 我终于卸下了 尘土般的疲惫 让自己也变得懒洋洋的 和这水帘一起发呆 发酵 临近中午了 我突然发现 阳光变得耀眼 也变烫了 中午的阳光 愈发的暖和 反白的草尖上 闪烁着 金灿灿的光芒 空气里 回旋着温暖的气息 阳光的味道 最浓烈处 就是这村庄的味道 村庄的味道 香芹的味道 给予你 身躯和血脉相连的 亲人的味道 驱走一切 发呆以外的 多余的动作 竟然这么美妙 这么简单 就是晒晒冬天的太阳 只是这么简单 自然的翻几页书 或慵懒的 像只全躯的猫 原来 有时候 异于人类的动物 更会享受生活 忙碌的我们 还是给自己些时间 享受 纯本的生活吧 也许会领悟到 另一种幸福 尽管 冬日的阳光 也只有短短的一个季节 也许 你应该 感恩于它 对你的磨练 也许 你应该感激它 让你发觉了 自己原来 还有脆弱的一面 阳光的味道 磨练的味道 人生的味道 春天的阳光 会融化你 冷漠的心灵 夏天的阳光 考验你 执着的深度 秋天的阳光 透射生命的颜色 冬日的阳光 告知你 还要 从头再来 在岁月面前 我无法在成功的喜悦中 徜徉 却对失败的痛楚 耿耿于怀 我看不见 笛花 黄昏后的 一束辉煌 与美丽 灿烂 却看见 残景 与凄凉 我看不见 晨曦 清风醉 却看见 梦里 落叶飞 人生的秋天 本是 褪色的季节 心里 眼里 保持着原状 原色的东西 又能有多少呢 后来 我终于学会了 在每一个 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 体味阳光的味道 我终于知道 那种味道 其实 是一种 自强 淡薄 宽容的心情 我喜欢阳光的味道 我喜欢 爱与被爱 因为阳光的味道 和爱 一样 透明 好了 今天的文章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的话 欢迎转发和评论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